博物馆凌晨失火 上万件文物毁于一旦 一段神秘的楼梯 两具奇怪的尸体 火调专家金和龙将会如何破解密案 119全国消防日 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摩斯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1994年11月15日凌晨 一场大火稀卷了吉林省吉林市博物馆 馆内珍藏的世界最大的陨石与标本 巡回展出的恐龙化石 以及上万件文物资料被火焰吞噬 太可惜了 那边文物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损失有多大你清楚吗 无法估量 无价值宝 大火熄灭之后人们看到 正在这里巡回展出的珍贵的恐龙化石 在火灾中复制一具 世界级国宝一号陨石 从站台上坠下 轻度受损 始建于1909年 藏书130万册的吉林市图书馆损失严重 争装大楼几乎一半的面积被烧毁 我一想没事要叫一闭眼全火呀 我们不管收上东西是几千年的文物离留下来的 一下毁于一大 上半件文物所剩无几 可以说是 我脑子都大了都弄不到 我真受到这事真的 铺救过程中 消防队员还在火场中找到了两具遗体 这两个人是谁 半夜时分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博物馆 这场大火是意外 还是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秘密 种种疑问 将这些火灾推向了风口浪尖 由于事件的重大 消防火灾调查和公安行政部门 同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而相比外部的压力 更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是内心的焦灼 这么大一个火火的面积 你说你怎么查 怎么干 千头万绪根本没有 此路去怎么去进行 对火灾事故的调查 有别于一般的案件 前期的烈火炙烤和后期的灭火救援 都是一个毁灭证据的过程 从复杂的现场推导出起火原因 不仅要求火灾人员在勘验现场时 有明察秋毫的敏锐 更要有融会贯通的能力 到那个现场以后 根本就不知道从哪找 但是他还是心里比较有数的 马金国口中的他 是原吉林省公安消防总队火灾调查高级工程师金和龙 在他看来火焰也有手脚 走过会留下证据 残骸归尽 就像是火焰的指纹 无一不诉说着火灾发生的秘密 火灾现在的痕迹无证啊 它是火灾这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记录 它是我们认定火灾之间原因的最重要的证据 自22岁入屋以来 金和龙在火灾调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47年 经他守的火灾事故查清率高达100% 是名副其实的火场福尔摩斯 但是在同事们看来 说他是火眼金睛的火调专家 倒不如说他早已走火入魔 我在现场收集的一些痕迹啊 他就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没事就拿出来看 在常人看来 这些痕迹物证可能只是一根烧焦的电线 一个破碎的玻璃瓶 甚至是一块烧焦的棉花 可这些破烂到了金和龙手中 有时能被他研究上好几天 他平时真没有什么爱好 他就是一门心思的都用在这个火源调查的 正是因为这份痴迷 让金和龙面对1994年发生在 吉林市博物馆的这场火灾时 感到尤其的兴奋 这是一栋U字形的两层建筑 南北两侧分别为吉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 中间是博物馆的电影厅 凭借着多年的经验 金和龙很快确定了起火范围 窗户上形成烟熏痕迹 房价的脱落的状态 初误的判断 这火呢是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心部位 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重点 金和龙判断的起火范围 是博物馆的电影厅 巧合的是两具尸体 也是在起火范围内发现的 这两个人是谁 半夜时分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呢 原来事发两年前 博物馆将电影厅出租给了银都夜总会 两名死者是银都夜总会的经理 卵永吉和保安员张凤国 金和龙初步判定的起火的位置 就位于这个夜总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勘察的范围 但是火灾原因究竟是什么 和这两个人有没有关系 新的难题再次摆在了侦办人员的面前 一个烧毁的电炉 一块蹊跷的地板 真相究竟隐藏何方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场福尔罗斯正在播出 火场福尔罗斯正在播出 在经过大量繁重的清理勘察工作后 侦办人员终于将起火部位 锁定在通往二层的楼梯处 但究竟哪里是起火点 火灾调查和刑事侦查 有着各自不同的判断 我们怎么去看 它也应该是一个电火所行程的现场 主要是在这保安公司的旁边 有一个电炉子 而恰恰这个电炉子对附近所燃烧的程度 应该判定出事的是一个情况 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住宿 银都夜总会曾利用楼梯 搭建了一排检疫宿舍 在位于最低层的保安室内 侦办人员发现了一个烧焦的电炉子 在这一排检疫格间中 这似乎是唯一可能引起火灾的原因 但金和龙对此却并不认同 金和龙认定的起火点 是楼梯缓台处的水泥地面 这个答案让所有人费解 水泥地面能起火 已经很让人匪夷所思了 能够引起如此大的火灾 更像是天方夜谭 面对着所有人的质疑 金和龙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那个死者火弯的那个地方 又局部的形成一个 有一体流淌的痕迹 那么我就想 这有一体延烧的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高温 把它在接触的这个什么的 这个材体被烧 它形成一体流淌的那个形状 我记不得想到这里 可能有主要地的产生 金和龙判定的起火位置 正是歌廷保安张凤国的死亡位置 如果真的有助燃剂存在 那么火灾原因就很有可能是人为所知 但是在事件发生的1994年 各项技术鉴定手段还不完善 液体流淌痕迹到底是什么 和火灾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时间难以下定论 当然这没有直接证据 对我们提到的这些现象 它不足以说服他们这是中国 这凉处起火点的认定 将直接决定案件性质 究竟是人为纵火 还是意外导致 金和龙和孔德号 谁也说服不了谁 可以说相近一个星期 我们没有拿出的一个现场的性质 特别特别的难 怎么明白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 晚上睡着睡不着觉 起来这个自己就溜达 在宾馆里头 在家里头 就想这个问题 此时距离事法已经过去了近十天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为了寻找证据 金和龙再次返回了 曾经看过无数遍的火场 我们还冷战过 金老师是什么 是拍塌法 我排出一切 我是通过啥呢 尸体解剖 研究这个人的背景 然后调查他们的可疑程度 从这个角度上出发 所以我觉得没用 浪费时间 我着急 我说金老师 你赶紧跟我一起来对待尸体吧 但是火场中的金和龙 依然我行我素 他将电炉提取送简 在等待结果的同时 他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勘察着火场 每一处痕迹物证 他都反复推敲 像拼图一样 努力还原起火前的原貌 其实我们清理现场 就像考古似的 特别是清理中心现场 求我点击 那就是一点一点 像考古 那个一点点的口 认真认真再认真 细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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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呢 把真正的物证 引起火灾的物证 老的事 很快 检测中心的报告反馈了回来 火场中发现的电炉上 只发现了火烧熔恨 也就是说 在火灾发生前 这个电炉还在正常工作 这让金和龙更加坚信 自己之前的判断 起火点就位于楼梯缓台出 他连忙找到孔德浩 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说孔德浩 我告诉你一点 金和龙说的这个位置 是保安张凤国的死亡位置 这个要求让孔德浩 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这几乎不可能完成 就是金老师所告诉我的 这种方法 是我们在刑事侦察学当中 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一大计 我跟谁把它冲一下 我说金老师在冲一下 不把现场破坏了 他说不用 不但不破坏这个现场 而且我要你看看 真实的现场是什么 执拗的金和龙 终于让孔德浩失去了耐心 他说没问题 孔德浩由我来扶作 你就按我说的办 我说好 这个地上能够印出来 这个死者 生前 原始的位置 就是在那一刹那 它没有什么更多的增长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生活提升的反应 正常人在遇到火灾时 第一反应应该是逃跑 而这个死亡痕迹 恰恰说明张凤国在火灾发生初期 已经丧失了意识 人为纵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起火前的张凤国究竟遭遇了什么 又是什么人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呢 刑侦人员对在火灾中死亡的保安张凤国 和经理卵永吉展开了调查 怎样的仇恨让他点燃了报复的火焰 怎样的人生经历让他练就一副火眼金睛 119全国消防日平安365特别制作 火厂佛尔罗斯正在播出 经过刑侦部门大量的取证调查 确认在起火当天 隔天营业结束后没有外来人员进入 而整个隔天内唯一的可燃液体汽油 只有保安张凤国知道保存位置 原来事发前半个月 隔天经理卵永吉因为打架被公安机关传唤 他便受益隔天保安张凤国当他的替罪羊 但在派出所内 张凤国却并没有包庇卵永吉 这导致卵永吉十分不满 从此经常找张凤国的麻烦 张凤国因此对卵永吉怀恨在心 事发当天他喝了很多酒 越想越不服气 于是在当天隔天营业结束后 取来了汽油 在经理宿舍门前点燃了大火 从睡梦中惊醒的经理卵永吉冲出房门后 与保安张凤国发生了肢体冲突 但打倒张凤国后 猛烈燃烧的大火 让他也没有能够逃离火海 倒在了楼梯上 这火灾原因我最怕 一天一日 这个真理是越变越明 越变越清 越论越清 最后把真正的事实还原出来 为什么能改善担当 担当不说你胆大 而是一定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是我第一个蛰伏的决人 就是这样一位 在火场中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专家 回到家中 却成为了最笨手笨脚的人 这份嫌弃 其实是老伴对金和龙最大的体谅 他知道 成为一位令人蛰伏的火场福尔摩斯 金和龙比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1969年参军入伍后 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负责在火灾调查中 拍摄物证照片 照片拍得多了 一些简单的火场痕迹 金和龙也渐渐能够分析一二 一种破解谜底的兴奋 促使着他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到火场中 都拍一些照片 拿回来留着 我那就是现在案子结束了 结果我还有的照片还翻过来看 没去一个火场 金和龙都会认真拍照 留存物证 整理归类 1993年 他将自己多年的心血 整理编注成 火灾原因认定手册一书 此书首次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了 确定起火点的依据和方法 对电气火灾等专项火灾原因调查认定 做了完整论述 为我国火灾原因调查认定工作 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今火灾调查对于金和龙而言 早已不是一份工作 它在其中得到的 是一份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过业 我的医生呢 到现在干了四十区呢 干的工作就是一项工作 就是调查火灾 查火灾的原因 好像我感觉现在活没干够 确实这样 2007年 61岁的金和龙即将退休 但是 一击发生在成德的七销案件 让他再一次走进了火灾现场 古剑 文物 燃烛 焚香 位置偏远 游人密集 在佛教圣地五台山 曾因地理和历史原因 导致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浓厚 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 世鸟龙 山西省新州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二十年来 他多方努力 修建并完善了寺庙的消防水石等基础设施 解决了消防取水困难 等一大批长期困扰五台山的消防安全隐患 他开展排训 成立了僧人义武消防队 组织僧人超线防火精 提醒游客注意消防安全 为确保五台山文物古建筑群的消防安全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4周全ม量 地区 感谢观看